遇到哪个好心的有缘人 而且我告诉你们姐姐们 最面这个房子呀 非常非常的奇特啊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鱼塘里边 养的都是咱们这个东南亚这边的鱼 就是像那个什么罗飞鱼那些啊 姐姐们来出发 哥姐帅们来 直播间的一千多个姐姐帅们 打上出发两字 小凯呢带领直播间的姐姐们 一起走进咱们中米边境 中老边境的少数民族的部落 去感受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遇到哪个好心的人 今天啊 出发 那姐姐们能不能看到 那个竹林下边有一个阿姨在那 有阿姨 阿姨你好 阿姨能不能听懂我说话呀 阿姨你坐在那河边上干嘛呀 阿姨我是过来旅游的 我第一次来你们这个中米边境 阿姨你好 你这个阿姨是不是不会说普通话呀 阿姨你能不能听懂我说话呀 姐姐们你们能不能看到 直播间五千个姐姐阿姨们 我现在在中缅边境 中老边境这个打落阵啊 你们能不能看到那有一个小数民族阿姨坐在那 能不能看到 能不能看到 能不能打个能不能打个不能 那这样吧 呃 这样我带你们去找一下那个阿姨 看一下那个阿姨是哪个民族啊 我呢 因为我呢是呃 自驾旅游的主播嘛 第一次来咱们这个中缅边境 中老边境 阿姨你等我一下 我过来了哈 哎我过来了 这个阿姨是不是听不懂我们说普通话呀 而且这边这些植物都是特别特别奇怪的啊 阿姨你等我一下 你别走啊 阿姨你别走 我过来了 我过来了 哎呦 走走走走 兄弟们打算出发两个字 来打算出发两个字 哎出发了 呦 呦 你好 你好 哦 你好 这是个小阿妹 哎小阿妹你好 哎小妹你你你从山 你从山上下来的吗 我哼哪个上面的吗 你你哼哪个 小阿妹你会不会说普通话呀 因为我不是你们这边本地人 我是四川的 会不会说普通话 哦 你是个老外地 我说我去上面 哦 我是个老外地 就咱们这边叫外地人都是叫的老外地是吗 哎小妹 阿哥呢看看 刚看着你从这山上下来 你你上去干嘛了呀 我上去蹲毛丝呀 蹲毛丝 不是 小妹你别误会啊 你放心我不是什么好人 那个蹲毛丝是什么意思呀 在山上吗 说那边啥叫蹲毛丝啊 我肚子痛没 我去蹲毛丝呢 哦 肚子痛蹲毛丝 哦 蹲毛丝肚子痛 说那边什么意思 就是意思是你去那个山上 呃 蹲毛丝的意思 是不是上厕所 哦 对对对吧 哦 哦 哦小妹意思就是咱们这边呃上厕所的话是在山上厕所是吗 哦 我看那个林子那里吗 哦 不是小妹那个你好 我是从四川过来旅游的 就是那嘿嘿嘿嘿小妹你你我这个人脸皮比较薄不太会说话啊 就是咱们这个手上这个叶子是拿来干嘛的呀 真是我想的那样吗 这个是上完厕所用的是吗 我不客我不客我不客 我不用不用 那小妹我是不是打扰你上厕所了呀 那那不行的话你再去上一下吗 我不看你放心 上完了 上完厕所了是吧 太好玩了 咱们这边还是很原始的哈 那个小美是这样的 我呢是想向您打听一件事情 说你们左上角人人一千的红包 还有三十秒就开了自训了一下 我呢是从四川开车过来自驾旅游的 然后呢我开了三千多公里 开了两百多个小时 才来到你们这个中缅边境 小美是这样的 我发现了咱们这个身上这个衣服 好像和我们那个内地有点不太一样 就小美我想问一下 咱们不是我们汉族人是吧 这个吗是我们自己民族的衣服吗 我们是那个歹族吗 哦 意思就是我今天来的是咱们这个中缅边境 中老边境这个歹族 啊就这个咱们这个寨子都是歹族的村寨是吗 我们这个寨子都是歹族吗 哦 这个衣服真的很漂亮啊 哎 小美这个衣服能不能在哪里买一套呀 就是我想给我姐姐买一套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呢 哦 这是咱们自己手工做的吗 哦 对 哦 我的妈 真漂亮 这个衣服 哎 小美 是这样的 兄弟们能听到我说话的 咱们扣个一啊 因为我在这个大山里边信号比较卡 就是呃 我呢是从四川过来旅游 然后我想找你问一条路 就是因为我呢 开车过来啊 我呢 然后我本来是打算去你们那个 那个对面是不是那个老缅那边啊 呃 就是嘛 哦 就是哈 然后我呢是打算去老缅山那边办点事情 呃 你开的什么车吗 开的什么车啊 我开的是一个奔驰车 啊 那四个轮子的车 对对对对对 那你过不去了呢 过不去啊 不是你要 各走那个小路吗 啊 走小路 然后呃 坐个摩托车 哦 等一下 哦 你的意思要从开车是过不去 要从那边走下去走那条小路坐摩托车 呃 然后呢 你载客那个河边吗 坐个船了 哦 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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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 是这样的 我理解一下 意思就是呃 我开车的话是没有去到老缅那边 要去坐那个摩托车 然后还要坐船是吗 嗯 就是嘛 不是 小妹意思还要过水路吗 嗯 他在那个河的对面吗 哦 是是是是是 那行那行 谢谢你啊 小妹因为阿哥呢 是第一次来你们这个中缅边境 中老边境这个打罗镇 那这样 太感谢你了 如果说没有你给我说路的话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能走啊 他那个 那行行行小妹 那我就走了哈 我就走了 再见再见 兄弟们 这个小妹给我说的是从那个前面 啊 回来 回来 咋了 你现在要客啊 对啊 我现在去老缅那边吗 你这会儿去 去不了了嘞 去不了 不是 啥意思我没听懂 是 你不是说让我去坐那个摩托车过去吗 你现在的课吗 没船的呀 没船 小妹 这咱们能不能说直接一点 因为我呢是四川人 我是内地过来的 第一次来咱们这个中缅边境上面 他那个嘛 船呢 要晚上八点钟吗 才有了 要晚上八点才有 对了 小妹 我问一下 意思就是一天只有一趟船吗 那是的呀 必须要等到晚上八点吗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过去啊 没有 那拐了兄弟们 那怎么办呀 那我现在是不是 我来太早了 现在十一点五十八分 那小妹 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可以过去是吗 没有哩 那游过去 你来游过去嘛 那小妹那这样 兄弟们能不能听到我说话 能听到我说话的磕磕一 因为我在这个中缅边境的大山里边 信号比较卡 左上角能给大家发的是个人一千的红包 小妹 那我问一下 那咱们这边离你们这个镇上有多远呀 因为你听我给你编吗 不是你听我给你讲吗 因为我这个人呢 我是吃车上 住车上 睡车上 然后我昨天晚上呢 在车上睡着了之后 今天早上我刚刚打算做个中午饭吃 结果 结果我都不好意思说 我呢 昨天晚上把米给吃完了 然后 我呢 是打算去咱们这个镇上去买点米 要从哪里过去啊 你要 那个开车吗 就走这边咯 开车从这边走 要四五十分钟了咧 四五十分钟就等到是吧 那没关系 没关系 谢谢 那小妹谢谢你啊 我能遇到你真的是我的缘分 那这样 那我就先开车去买米了 就不打扰你了 谢谢你哈 你买米呢 对啊 我去买点米 要多少呢 我 我一个人要不了多少 我去买一点点就够了 你吃这么一点点咯 对啊 我一个人吃一点点就行了 那你板不板杂咯 什么 我说你板不板杂咯 你吃这么一点点咯 我看你这么大个人咯 板不板杂 什么叫板杂呀 小妹就是能不能说普通话呀 兄弟们什么叫板杂呀 因为我是第一次来你们这个中美边境的打罗阵 小妹 板杂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力气去上山干活了 哦 就是身体好不好 身体强不强壮的意思吗 对了 哦 小妹没事 我虽然说吃的不多 但是我身体是挺好的 我挺板杂的 那 你要不客我家咯 我家有米了 我来一点点给你了 哦 你家是有点米 可以给我借一点是吗 我给你小妈 我家就在前面 不是 小妹 咱先别拉别拉 那个 不是我们少数民族都是这么热情的吗 我们都很热情吗 我们逮住呢 哦 逮住都很热情的是吧 哦 那等一下 等一下小妹 因为我现在开直播啊 我呢 我的爸妈都在我直播间 那个爸妈你们在不在我直播间 在的话打个赞 爹 我爸 我妈在不在直播间 在的话打个赞 这个 因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中缅边境 中老边境 这个打罗阵 谢谢你们 然后的话 这个小妹 她的意思是说 可以去她家给我借点米 你们说我去还是不去啊 爸妈 我去还是不去啊 爸妈 去还是不去 去的话咱们打个去 因为 这个小妹确实 确实实是很热情的 都说去是吗 行行行 那不用拉 我跟你走嘛 我跟你走 我跟你走小妹 小妹 我们直播间 现在有六千多个姐姐 他们都说是 看你长得很漂亮 肯定不是什么坏人 是不是 我不漂亮了 你你 你别骗我了 我不漂亮了 我们这个在这 我长得最丑的了 我阿姐那种 才叫好看吗 你这种还不叫漂亮呢 不好看 小妹 你这种就是你 你很漂亮了 因为你 你可能在你们中美边 你不算什么 但是你在我们内地的话 已经算是很漂亮的了 你知道吧 兄弟们 漂亮不漂亮 漂亮打个漂亮啊 不好看呢 大哥 我我们家那个阿姐那种才叫好看吗 他是我们这个寨子的寨花吗 哦 你家里还有个姐姐 对了 是咱们这个寨子寨花 而且我阿姐她还会跳舞 长得又高吗 她有这么高 哦 比你还高 腿这么长吗 我的妈 然后她的脸吗 小小的吗 眼睛这么大 鼻子又高吗 嘴巴又小吗 而且长得可白了 哦 阿姐长得可白了 等一下 你刚刚说是什么 是寨花 我理解一下 就是就是 是你们这个歹族的这个寨子里边 最漂亮的那一个呗 就是吗 最好看的吗 哦 那那个 你刚刚说姐姐会跳舞 她会跳我们这里的小数民族的舞蹈吗 哦 是什么舞蹈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呀 就是 这里吗 要插个羽毛吗 背后插个羽毛 这样吗 你们 看过吗 我不没听 没听太懂 姐姐爱们 有没有人都知道这个小阿妹说 她姐姐会跳的是什么舞呀 背后要插两个羽毛 对了 呃 是民族舞吗 哦 对吗 就是我们这个歹族的民族舞吗 哦 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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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歹族 哦 我直播间有很多人在说 是那个 是不是那个就是 呃 那个那个 呃 就是孔雀舞啊 哦 对 你们在电视上面肯定看过了 哦 你姐姐还会跳孔雀舞是吗 她跳得可好了嘞 她是我们这个寨子跳舞 跳得最好的吗 哦 她经常到我们寨子上去跳嘛 哦 是这样的哈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小妹 呃 兄弟们这样行不行 就是呃 这个小妹的意思是可以去她家借点米 然后的话 我去咱们家借点米 然后的话 一会儿可不可以给咱们阿姐认识一下呀 因为呢 就是我们直播间 兄弟们想看一下 那个歹族阿妹跳孔雀舞的 在花阿妹跳孔雀舞的 咱们打个响 呃 我想带我直播间5000多个姐姐姐阿妹去看一下 就是咱们在花姐姐跳下孔雀舞 行不行啊 呃 没事了吗 我阿姐在家吗 你怎么 哦 那怎么怎么怎么行行 呃 我跟着你走就行了小妹 呃 小妹 你看 呃 我直播间有很多人在问我 说你长得这么漂亮 呃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静静吗 哦 你叫静静是吧 对呀 哦 这个名字真好听 呃 小妹 那咱们今年有多大了呢 我今年22了 哦 22 哦 对 哦 那姐姐今年有多大了呢 姐姐26了吗 哦 就是那个在花姐姐是26岁是吧 哦 那挺好 那怎么怎么怎么 啊 啊 大哥 嗯 你多大了 我呀 哦 啊 哥今年 那个30了 对我不算是导游 但是我是自驾旅游的主播啊 30岁了 30了 嗯 哦 那你有没有老腻呀 有没有什么 老腻呀 老腻 哦 对吧 哦 哦 我懂了 其实就是我有没有工作是吧 那个小妹 我呢 跟你讲嘛 我现在做直播 直播呢 就是我的工作 我呢 是全国自驾旅游做主播的 是这意思吗 兄弟们 我不是 不是说你有没有工作吗 嗯 我的意思就是呢 嗯 你有没有上山跟你一起干活 嗯 晚上妈跟你一起吃饭睡觉嘞 哦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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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意思咱们这边就是歹族 中缅边境的歹族 都老妮的意思 就是我有没有对象 有没有老婆的意思 是吧 我问你成家了没吗 哦 没有 没有 那小妹 不怕您笑话 我今年三十岁了 我在老家的话 他们都叫我老光棍 然后就说 就是 对 老光棍 你别笑我啊 你老了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老嘛 阿哥 你看起来 挺板杂的不老 不是不是 小妹老光棍不是老的意思 老光棍的意思是光棍的意思 就是 阿哥是没有成家 没有对象的 哦 那挺好吗 你快走吗 不是 又来 我跟你讲 我阿姐她也没有老乖 她没有老乖 就很好玩 阿姐也没有老乖 我猜一下 老妮的意思是老婆的意思 那老乖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 就是兄弟们 是不是老公的意思呀 就是跟你阿姐 就是生活在一起的 对吗 我阿姐她没成家吗 你阿姐26岁还没成家 没了 行行行行 那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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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看兄弟们 咱们家有多远啊 小妹 拐过课就是哦 拐过课到了 哦 行行行行 哎 兄弟们 那这样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咱们这个歹着的 在花姐姐跳孔雀舞啊 然后她说她姐姐呢 今年26岁是吗 嗯 26咯 哦 哎 那姐姐为什么没有老乖呢 是眼光太高了吗 阿姐她眼光高吗 她长得好看吗 又会跳舞吗 然后吗 她就眼光高吗 她不想找我们这个寨子的吗 她想找你这种 像一个老外地的咯 哦 也是 哎 小妹 我也很好奇啊 因为我三年前呢 是有来过 就是有来过咱们这个呃 中 就是 西装版纳嘛 然后这边的话 我当时是有挺老一辈的说是什么呢 说的是 就是咱们当时是不外加的 现在是可以外加的是吗 我们以前吗 都是老规矩了吗 你说的那种呢 哦 老习俗是吧 现在吗 都是你们两个人相互喜欢吗 看得对眼吗 那就可以的了 哦 现在是可以外加的了 是吧 哦 那那行 那行 咱们去咱们家看一下吧 看一下姐姐 姐姐们 想不想看一下咱们这个胆主的在乎姐姐跳孔雀舞的 想的 打个想来 哦 这就是咱们家了 是吗 哦 我好漂亮 小妹咱们家还是大户人家呢 这就是你们这个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 这个叫歹楼是吗 我们这边带子都是这样的吗 这就歹楼吗 哦 歹楼 歹族住的房子就叫歹楼 哦 哦 很漂亮 咱们家这个是 养鸡豆 小妹 你们家这个鸡 怎么和我们那边内地的鸡不一样啊 这个吗 是我们这边自己养的吗 它叫豆鸡 哦 这个鸡叫豆鸡 不是拿来吃的 他不吃 这个是拿去卖 拿去换钱 哦 拿去换钱 拿他们拿去豆鸡用的是吧 哦 行行行行 确实没见过啊 走走走走 看一下看一下姐姐啊 呃 这个就是咱们歹族所居住的一个环境了 姐姐啊 这个叫歹楼 然后的话 哎 小妹 这样 阿哥的话 就是可不可以就是拍摄一下呀 因为我呢 是一个自家旅游的主播嘛 我直播间我爸妈也在 爸妈你们还在的话 打个在啊 然后还有就是我的姐姐阿姨们 他们都想看一下咱们这个歹楼生活的一个环境 行不行 可以得吗 没事 你随便拍 哦 随便拍是吧 行行行 姐姐阿姨们 那我给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呢 就是咱们是个少数民族歹族的一个歹楼了 一个生活环境 然后是这样的啊 兄弟们 就是呃 有这么一个说法 是什么说法呢 因为我呢 是有去过广西的壮族 四川的枪族 西藏的藏族 贵州的苗族 洞族 瑶族 水族 然后还有这个西方满囊这边的哈尼族 瓦族 鸡洞族 然后的话 我每一次来到这个大山里边的少数民族 我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哎 就会发现咱们大山里边这个生活的环境啊 他们这个一楼都是架空的 然后基本上都是住在二楼 那有没有人能猜到他们为什么这个一楼是会架空二楼 二楼来住人呢 为什么一楼是不住人呢 有没有人知道的 啊 呃 我看到这个电影世界说的是防潮 还有没有人知道的 呃 对 他们大山里边都是 啊 对 防虫 对 是这样的 姐家们 有很多人都是猜对的啊 咱们这个大山里边呢 因为我现在是在中缅边境的这个大罗镇 然后这边呢 也属于是咱们东南亚地区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每天的温度高达40度的一个高温 然后经常呢 雨水也是比较多 阳光比较充足嘛 然后土壤这边呢 也是比较肥沃的 然后所以说这个一楼的话 就是他们是 防潮防蛇虫鼠蚁的 啊 大家很聪明啊 都很聪明 哎 小妹 那 这是 在做饭了吗 我在煮饭了 这个火熄了 我刚刚出去 你对毛是吗 他熄了 我把它重新来按一下 哦 这是煮的玉米是吧 哦 对吗 哦 哎 小妹 那那咱们把火打着了之后 我可不可以就跟姐姐见面啊 那可以的呢 可以是吧 你看一下嘛 我马上就好了 哦 行行 那我在他们看一下里边的环境 姐姐们咱们看一下 咱们这个里边的话 一楼看到没有 全是放杂物的 都是不拿来住人的 像里边那个 我应该没猜错的话 是杂物街 然后你看到没有吗 全是放的材这些 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一楼的话 架空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的安全 防蛇虫鼠蚁 真的是 等一下 等一下 小妹把火打着了 咱们就上去了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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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 我问一下 就是咱们的话 家里边有 阿爸阿妈 还有阿姐家 你是吗 还有我阿妈 阿爸 我阿妈 哦 就咱们四个人 我妈 那咱们住二楼的话 二楼是有很多个房间吗 一个呢 就一个呢 就一个房间 对 不是 那会不会太方便 它不太方便呀 二楼的话 那一个房间 四个人怎么住啊 什么不方便的呢 我们用那个帘子吗 这样隔开 一间一间的哦 就直接用帘子隔开 哦 那太不方便了吧 那晚上万一 阿爸阿妈说点什么悄悄话 那不都能听到吗 那可以听到吗 那很正常的吗 哦 行行行 那那 那怎么怎么 上去参观一下 上去参观一下 姐姐们 阿姐是在家里边 什么 她现在在家 还在休息了 我不知道她起来了 还在休息 我要问一下她 哦 那行行行 兄弟们 那咱们就上去看看啊 哎 小妹 是这样的啊 就是 你阿姐会跳恐惧舞的话 你会不会跳啊 我跳的不好 阿哥 我就只会一点点的 那那 只会一点点 那这样行不行 小妹 你看 就是阿哥呢 我看直播间 有很多人都在说 想看你也跳恐惧舞 就是一会儿跟姐姐认识之后 能不能跟姐姐一会儿 一起跟我们跳下恐惧舞吧 那可以吗 我去问一下她嘞 哦 那行那行 走吧走吧 兄弟们 左上角人一牵红包 自己确定一下啊 哦 就从这上去 什么 哦 用没有脱鞋 我看这放了脱鞋 没事 那是我阿爸他脱 哦 行行行 那怎么怎么怎么 哎 你上课你要做上门老乖呀 我上去的话要做上门老乖 哦 对了 哦 对对对对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小妹啊 不好意思 就是呃 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少数 我们外地人是不能上咱们这个中美边境 打住的二楼的 不能就是我们主人家不同意吗 你就上课啊 意思上去的话就要做上门老乖 哦 对啊 哦 那那行那行 小妹那这样 我在下面等你吧 你给我拿点米下来 或者你叫叫姐姐下来就行了 行不行 兄弟们 你跟我来呢 啊 你跟我来 啊 不是 我等一哈喽没人咯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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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妹 那个 兄弟们我去不去 上不上来 爸妈上不上 我爸我妈在直播间上不上爸妈 我要不要带你们上去看一下 上了咱们打个上 爸妈 呃 都说上是吧 那那那行吗 那行吧 那么上去看看啊 哎 怎么怎么 看一下咱们这个歹主 上面的一个具体的居住环境是怎么样的哈 嗯 哦 这就是咱们歹主的歹楼二楼了哈 哦 这就是咱们的客厅了 这个吗 是我们客厅吗 这边也是吗 我们两边都可以坐吗 哦 哦 那这个确实是挺好 嘿嘿 哎 那你哦 我看到了 是住在这里边的是吗 我们就 哦 里边灯都还开着 哦 那那那行那行 那我进去跟姐姐打个招呼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你进客了 你就要跟我们一起生活呀 阿哥 哦 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的意思是 就是我 你刚刚不是说了上二楼要坐上门老乖吗 嗯 你知道 那咱们这边的习俗是我上来之后邀请我上来之后还是不能进咱们的闺房是吗 我们自己住的地方是外人不可以进的 要我们自己家人吗 你才可以进呢 哦 哦 那这样行不行 小妹 那我可以不进去 但是我呢 直播间的人很有兴趣 想看一下咱们这个歹主的生活环境是怎么样的 那我可不可以拍摄一下呀 那我给你打开吗 你站在这里拍一下也是行的了 哦 行行行 那打开咱们看一下吧 兄弟妹我带你们看一下 哦 我可以不进去 哦 你去看这里吗 这 这个外边 这个房间这么小怎么住啊 我们 里面还有一间房子呢 哦 里边还有一间 我看看 哦 我 我站在这门口没事吧 没事 你站 哦 行行行 哦 这还有一个房间是吧 哦 对了 哦 哦 姐姐是在那里边是吗 哦 我们 嗯 阿姐妈跟我妈 还有我阿妈都住在里面的吗 我们 我阿爸就是睡这里了 阿爸一个人单独睡外边 哦 对 不是 小妹我没听太懂 那为什么阿爸是一个人要住在外边呢 我感觉好像这个 好像他这个算是也算是一个客厅吧 我们这边妈的意思 把图画翻译过来吗 就是守护的意思吗 哦 图画翻译过来的话就是守护的意思 对了 哦 我懂了 我懂了 哦 兄弟们 我三年前来的时候是有听过啊 就是咱们这边瓦族 哈尼族也有这个习俗 就说的话 咱们这个第一个房间 然后在这个房间的门口的话 一定是咱们主人家 就是一家之主住的 就是爸爸住 翻译过来就是守护的意思 就是照顾一家人的意思 是吧 哦 姐姐姐们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扣个一 呃 那个 那那小妹 那你能不能让姐姐出来我们见个面了呀 你进去叫他 叫他一下行吗 呃 你在外面等我吗 哦 行行行行 我都叫他 行行行 我在外边等你 我在外边等你 你快一点啊 哎 这上面都还有一个照 看到没有 上面好像也可以煮东西 嗯 小凯在哪里 我在咱们的六国交界处 中敏边境 中老边境 这个打罗正啊 打罗正 兄弟们 哎 对保护孩子 保护家人 咱们这个一家之主的话 就是当家的话 咱们是住在咱们这个外边的啊 哎 卡不卡呀 哥姐们 咱们呃 没有给小凯点关注 咱们把关注点上 因为我在大山里边 然后六国交界处的中美边境 然后这个是人人一千的红包马上开了哈 哎 啊 我阿姐她还没起来 我叫她起来嘞 阿姐还没起床吗 我叫她起来嘞 哦 不是小妹 我想问一下 阿姐每天为什么起这么晚的吗 她晚上要去 我们寨子上面去跳舞吗 我们这边吗 晚上吗 有那个 我不知道你来的时候 看见没有吗 我们这边有个景区的了 哦 我懂了 就是我有看到那个景区 就是很小的一个景区是吧 而且是姐姐每天的工作 就是去那个景区里边跳孔雀舞呗 对对对 那那你这样 你让她起来收拾一下 我们见一遍行不行 因为我直播间的 我爸妈都说想看一看 我跟他 爸妈你们想不想看呀 我跟他讲了 我说外面来了一个 很繁杂的一个大哥 我说他是个老外地 三十岁了嘞 没有老呢 然后我说他想看你 看你跳一下那个孔雀舞吗 他没见过咯 然后他说可以吗 他他起来 他起来是吧 那那那你 那他大概要等多久才出来呢 阿姐收拾很快的吗 五分钟呢 五分钟是吧 行行行 那行那我们坐一下吧 我们坐一下来 在这边坐是吧 那咱们趁阿姐休息 收拾这五分钟 咱们聊聊天 聊聊天 对对对 坐着聊两句天 来兄弟们 小美 就是阿哥很好奇哈 就是我想问一下 你坐嘛 你坐 我给你倒点水啊 谢谢谢谢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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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太客气了 没事了 咱们这边还用这个小水壶啊 对吗 我们这边都是呢 哎小美我很好奇啊 为什么就是 咱们说话一直要讹一下呢 我也不知道嘞 就我们这边说话 土话好像都是这样的咯 是这样的哈 对 行行我喝喝水喝喝水 哎 哎小美 那个我问一下啊 因为阿哥呢 是全国自家旅游主播嘛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 我特别特别喜欢了解 咱们少数民族的一个风土人情 就是我很好奇哈 就是像你们住在大山里边一家人 那咱们就是一家人 平常时间的生活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呀 生活收入吗 就是我们吗 这边吗 有交付吗 我们去哥哥交吗 自己家种种菜吗 种种水果吗 哦 水果 哦不用不用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小美不客气 上来你吃吧 你吃 你吃 哦 这是咱们家种的水果吗 哦 对 这个季节就成这个 哦 这个水果的话 我倒是没有见过呀 兄弟们这是什么水果呀 这个是那个火龙果没有熟的吗 不是咯 兄弟们这是火龙果 那这是什么水果呀 小美 这个叫燕窝果呢 叫燕窝果 哦 燕窝果 兄弟们有没有认识这个水果的 这个是怎么吃的呀 用嘴吃啊 用嘴吃 不是不是 那个小美 我知道用嘴吃 我的意思是直接就这么洗了 吃还是把皮给它拔开吃啊 就这样把这个皮拔开吗 就吃里面 哦 行行行行行 他太客气了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吗 嗯 这个你不知道了 这个是我们自己 这个长得还是像两条腿一样 那个 那个山上去挖的 哦 去山上挖的 哦 对 这个吗 你们那边应该也有的咯 那个 感觉长得有点像 这个 这个 兄弟们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水果吗 不是咯 这个叫山油 叫什么 山油 山油 三 哦 还有我的吗 这个是叫山药是吧 哦 对 咱们这边叫山油 哦 不是小妹 咱们这边这个山药 哦好重啊 这个山药咋这么大呀 哦 阿哥 你没看过更大的 这个都是小的了 我们看那个山上去挖吗 有时候可以挖到这么大的十来斤呢 哦 意思就是咱们这些挖的这些山药的话 是拿去换钱的是吧 拿去换吗 这个还可以咯 哦 这个 要一块钱一斤呢 像这种水果吗 我们都是一堆一堆的卖 哦 多 等一下多少 这个山药多少钱一斤 一块钱一斤吗 这个还可以 你看这个 我挖的这两根 这个吗 嗯 有个五六斤 这个有个三四斤 哦 小妹 你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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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你确定是一块钱一斤 对了 哦 姐姐姐妹 就是我问一下啊 姐姐姐妹 就是像这个山药的话啊 像这个山药的话 就是在咱们 在你们那边当地的话 是要卖多少钱一斤 啊 咱们可以打在公平上啊 我跟你们讲嘛 小妹 像这个山药 它 在我们那边的山药只有这么大 啊 然后呢 我们那边是叫 铁棍山药 然后一斤的话 大概是十块钱一斤 像你这个是野的是吗 嗯 然后居然才卖一块钱一斤吗 十块钱一斤 啊 我们那边卖十块钱一斤 你们那边那么值啊 那么值 哦 小妹 那这样 嗯 这个是 就是咱们自己上山去种的 呃 上山去踩的是吧 嗯 那这样小妹 你看这样行不行 因为阿哥呢 这次过来呢 我是 你要不把这个给我装起来吧 我 我按十块钱一斤给你买了 行不行 我想要这个山药 你要吃吗 我就拿一个给你装 哦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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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客气了 小妹 你这样 嗯 这个山药的话 你给阿哥 还有没有多余的 因为我呢 是到时候我回去的话 我想给我家的亲戚朋友们 带一点山货回去 然后这个的话 我按我们当地的十块钱一斤 给你行不行啊 没事 阿哥 你要 我就拿给你吃就是了 哦 小妹 你这样我不能要 你这样我真不能要 你你这样吧 你听阿哥的 你把这些水果 就是咱们家这水果 还有这个山药 都给我装起来 我按十块钱一斤给你 行吗 行不行 你就听阿哥的吧 要不然阿哥都不好意思要了 行不行 那我都不好意思的了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那那那你一会帮我装起来 行不行 那我等一下给你装 哦 行行行 小妹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 是这样的 我呢 我跟你说一下 我来这边的一个目的嘛 因为我呢 我是从四川过来 我是来找一个叫长寿村的地方 然后我当时 我是在那个中央台 看过一个一部纪录片 然后因为就是 因为我去 他说的是有三个地方嘛 三个长寿村 咱们中国的话 有那个广西的把马 还有贵州的那个叫什么高山村 然后这两个村庄的话 我都是去过了 然后呢 还有最后的就是一个中缅边境的 那个叫阿曼洞的一个寨子 然后的话是怎么回事呢 就说是我当时看那个 中央台的记录叫什么呢 就说是咱们那个 中美边境那个长寿村里边的话 是有一百多个 有十多个长寿老人 是吗 你知不知道在哪里啊 你就是 因为我的话 一会还要坐船过去 就是为了找这个地方 我知道啊 离你们这远不远啊 不远啊 你们这不远是吧 对啊 哦 那那 小妹那你看一下 就是你一会能不能带我去一下呀 不忙的话 因为我想去 拜访下那些长寿老人 就是百岁的老人 他们现在都还在不在呢 都在的呀 哦 现在都还在是吧 对呀 哦 那你一会儿方不方便带我去一下吗 因为我想给他们 我开直播 我想拍个视频做个记录 行不行 那可以的了 可以是吧 你让我阿姐出来吗 我就 让我阿姐跟我带你去看一下 他们也是行的嘞 哦 行行行行 那这样 小妹 还有这么回事啊 就是我有点好奇啊 像咱们 因为我在中间台上面看过 三个咱们长城村 我都去过了 今天就是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咱们这边没去过 我想问一下 就是像咱们这边的话 因为我当时有听说过 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云南十八怪嘛 形容的就是说什么 老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 他们都能爬树 上树上 爬树 爬树像猴子一样 是这意思吗 你吗 你们说的这种吗 就是我们这边的老人吗 八九十岁了吗 还可以上山干活吗 下地养鸡吗 这种他都能干哦 他身体好了 哦 又是就是身体比较健壮 比较好的是吧 对对 哦 七八十岁的话 都还能下地干活 哦 对 哦 都在说叫姐姐出来是吧 行行行行行 那这样 小妹你去把姐姐叫出来 来 咱们去把姐姐叫出来 应该五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差点忘了啊 小凯 你到长寿村了没有 这个小孩们一会带我去啊 哎 你让他出来 让他出来 哎 对 云南十八怪 老太太爬树比猴快 对 是有这个说法 我们一会儿呢 就是我一会儿呢 将带领直播间的姐姐 他们一起走进咱们长寿村 去做个拍摄 去看一下咱们 长寿村那些百岁老人的生活环境呀 还有生活方式到底是怎么样的 行不行兄弟们 哎 让他叫他姐姐出来了 他姐姐说的话 从五分钟左右 应该是时间是到了没有 姐姐姐们 直播间哥姐们到了没有 五分钟时间到了没有 到了的话 咱们就打算到了两个字啊 嗯 这个确实这个环境说实话 还有冰箱 看到没有 还有冰箱 到了是吗 到了没有 五分钟时间到了没有 姐姐姐们 到了话 咱们就等一下姐姐出来啊 哎 你们说他姐姐二十六 我今年三十 然后我也没有 我呢是也是单身啊 哎 有没有看我直播半个小时以上的呀 姐姐们 有了咱们打 哎哎哎 我阿姐他才 嗯 帮好这个衣服吗 嗯 然后再 编那个头发 我们要扎花 哦 编头发要扎花 哦 那还要 还要专门编头发吗 哦 对 我们跳广线 我他要编头 我头发是这样的吗 他要 他长头半半 他要把它这样弹起来 然后扎花了 哦 那 那还要等多久吗 他说 还在等个两分钟叫你咯 哦 那行 那行两三分钟 没事 来来来 那咱们再坐下啊 哎 小开你到长寿村吗 我到了啊 咱们老粉丝一直在问我到了 呃 离这不远 哎小妹 就是 那我问一下啊 就是我们接着刚刚的话题 那像咱们这边长寿村老人 现在都还在的话 就是 呃 我想问一下啊 嗯 因为你们这边有十多个百岁老人吗 我想问一下就是 平常时间的话是有 呃 就是很好奇 为什么咱们这边有这么多 就是有什么独特的秘诀吗 还是怎么样 哈哈哈哈 阿哥 嗯 其实也没什么秘诀咯 嗯 嗯 如果你要说有秘诀的话呢 可能也就是我们这里吗 嗯 他靠山吃山吗 山好吗 谁也好吗 都是山前水吗 哦 然后吗 我们什么都是自己种的吗 没有施加过什么肥料这些的吗 哦 就是 意思就是跟地区的话是有关系的是吧 哦 对 那你如果说要有个什么的话呢 那可能就是我们跟你们可能吃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啊 嗯 我们早上吗 跟中午吗 正常吃吗 嗯 晚上吗 不会就是吃肥肉啊 油啊 辣子啊 这些都不吃的吗 嗯 我们就只吃一点点 我们自己在山上采的血液吗 山货吗 拿来当晚饭吃吗 哦 我懂了 意思就是我们城市里边我们是一天吃三顿饭 嗯 然后咱们这边的话就是你们是就咱们常吃出现这边的话就是一天只吃两顿饭 是这意思 晚上要吃的 晚上还是要吃的 哦 对 但是晚上是不吃米饭 我们不吃米饭吗 嗯 晚上不吃米饭 嗯 不吃肥肉 不沾那种很油的东西 嗯 然后只吃吗 我们自己在山上山里面去采的血液吗 山货吗 这些东西了 哦 采的血液 哦 哦 也是咱们这边的话 哎 小妹我问一下 血液的话 我我看一下 我问一下 是不是 是那个叫赤瓶婆树上面那个树水那个植物燕窝那个东西啊 哦 就是那个吗 阿哥你还挺懂哦 哦 不是不是不是 我懂小妹 是因为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呢 是三年前 啊 也不是三年前 两年前吧 我呢 带着公司的人去团建 然后我们当时有三十多个人去过咱们那个泰国旅游吗 然后当时是在泰国听说过的这个东西 然后当时那个泰国的那个导游呢 给我们